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放掌 我们昨天学习到太上感应篇直讲 清漫先灵违逆赏命 那么这个清漫先灵是对祖先的不敬 现在呢 在台湾有很多人不但清漫 他还不认同祖宗 这个地藏经讲 不孝父母 或是杀害 当作无间地 那么这一条是不孝 不敬 那么违逆上命 那么对祖宗都 父母都不孝不敬 他对他上面的领导 他还会 镇静吗 也不会 所以这个是必然的 必然是违背叛逆 上面的领导 所以 我们祖宗讲 忠诚出于孝子之家 对父母能孝顺 他对国家就能尽忠 对父母不能孝顺 那他怎么可能对领导尽忠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 两句 作为无意 白邪外行 这个作为 所作所为 无意就是没有利益的事情 那么我们人生再次 这个时间不长 人生不够百年 那么把这个光阴 浪费在 作为无意 这些事情上面 那就是 浪费生命 糟蹋生命 所以我们现在呢 今年 十天的假期 那么十天的假期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一些 有意义 有利益 自己 自己家庭 利益 社会大众的事情 还是做一些 没有利益的事情 反而 有害的事情 那什么是有害呢 那么利用这个假期 吃喝玩乐 恢复 甚至去赌博 等等的 然后喝酒作乐 通宵打蛋 那么很多人 都是有这样一些行为 那么那些作为无意 那现在呢 开放了 出国旅游 也是一般大家 过年 有的甚至 他就不在家里 除夕夜就不过了 可能放假那一天 他就计划出国了 在家里 也就不败祖先 在我们传统 过年过节 都要在家里拜祖先 那你过年过节 不拜祖先 就是清漫先灵 那你教儿孙 也是清漫先灵 不敬祖宗 当然 以后的子孙 也不会拜 这是必然的 那你如果你出国了 你还会去拜祖宗吗 你有想到祖宗吗 只有想到自己吃喝玩乐 出国旅游 现在都有年假 实在讲 不一定安排在这个时候 那这个是给大家建议的 在家里要拜祖先 除夕那天一定要拜 初一也要拜 这个才是对祖先一个 表达一个敬意 那你出国了 你会去拜吗 吃喝玩乐都来不及 你还有那个心 会去拜祖先吗 做那些事情 都是作为无益 你做那些事情 有什么利益呢 所以这个 新冠会员 三年前 2020 政府已经公布说 外国的情况也很严重 还是很多人 祖团出去玩 结果很多人就懒意回来 甚至死掉了 那做那些事情 你觉得有意义吗 有什么好处呢 花钱 帽子 生命危险 这个就是作为无益 所作所为 那没有利益的事情 对自己本身 对自己家庭 对社会 对国家 对整个世界 都没有利益 所以过年这个十天 呼吁大家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积功累得 将来 你有福报 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师过之神 既过 就会有灾瘧 就会有灾祸 那么怀血 外心 这个就是心 向着外面 我们一般讲 吃里爬外 怀血 外心 那么这个也是从 这个不忠不孝 所发展出来的 如果你孝敬父母 忠孝有地 那他怎么会 怀血外心 跟外国比较好 跟自己的人就不好 怀血外心 勾结外面的 那这个延伸出去 就勾结你家庭以外的人 一个国家来讲 就勾结外国的人 来伤害自己的国家 现在政府干的就是这件事情 是为别人 是为别人国家的利益 不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 是伤害自己国家 怀血外心 跟外国勾结 来伤害 自己的国家 他的心 都是向着外面的 那这个是反常 不正常的现象 那这样啊 那肯定会有灾祸 所以 感应篇一开头 第一句话就跟我们讲得很明白了 祸福无门 为人制造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灾祸福报没有门路 它没有门 人自己去找来的 自己个人 修缮造恶 那你个人遭感灾祸福报 一个国家 你修缮 那国泰民安 你国家造恶业 那就全国的贡业 全国就受灾难 这个不是上天给我们的 也不是 圆罗王处罚我们 都是自己 自作自受 所以都是给我们讲清楚了 人类自己要负责 人类不回头 不反省 不改过 那这个灾难 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不但不会减少 减轻 而且是越多越严重 关键就是 人心不散 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 贪嗔吃慢 这些烦恼 所造成的灾祸 一定要明白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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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